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邦娃好 我是世丰 59岁发展商10月13日 在住家门口招人绑架 并一度传出家属以2000万令吉赎金将他救回 而涉及此案的其中三名外籍嫌犯 今早被警方押送至新山法庭 申请严扣令 或法庭允准严扣7天至10月30日 这两男与女外籍嫌犯 昨日在巴珠巴霞被逮捕 三人彼此相熟 荣佛州警方至10月22日晚上90至左早 在全楼各地展开逮捕行动 将涉及此案的13名男女嫌犯逮捕调查 其中一人也是案中受害人的家属 警方昨日以获准将令10名嫌犯 严扣至10月29日 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包括案件阻挠 换个焦点 巴罗新火车站已经正式启用 昨天傍晚分别迎来首两班北上及南下的列车 这是居然现在双轨铁道计划下所启用的第一个全新火车站 巴罗火车站高达两层楼 空间宽敞明亮有55个停车位 底楼门外有两间咖啡店 大厅除了有售票柜台也设有电动扶梯楼梯以及电梯 这有展示列车出发时间的荧幕 楼上则是双奎铁路的后车厅和有盖月台 新火车站启用首日上午即吸引了一些民众前往参观 当地村民李伟强在下午三十许前往购买火车票时 意外成为首名购票人士 他开心的迟着车票与车站职员合影 有受访民众表示新火车站除了宽阔 电梯也很方便老人家 照顾了老人基本的安全通行需求 最后联邦大道加拉巴沙威路段的提升工程 至数个月前竣工后 新春交通登处就不时发生车祸 民众促请当局尽速改善 不要等到严重意外发生才来处理 不少从古来北上万宜花园的车辆 在北上的交通灯亮红灯时 会从交通灯转向沙威新春的方向 在冒险超捷径转入联邦大道 避开交通灯北上 此外也有部分从新春此出 大算从联邦大道北上的车辆 不愿在交通灯前等候 直接超越排在前端的两三辆车子 拐弯进入联邦大道 沙威村委会曾多次致函当局 要求提升道路 只是不明白当局为何至今还是没行动 五级八都州议员张善生表示 他已旧沙威的交通问题 自函市议会 并在今年六月间 与市议会官员一同前往实地视察 他的服务中心 已要求市议会尽快行动 以避免车祸不断发生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 新周网 全新周日报 下期见